民调能否服姚直上?姚文志,早就一直往上冲。 记者周燕于台北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姚文志将于6月23日举办首场大型造势晚会,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单纲压轴点说,诉诸把最后一个月的规模提前至首场,召唤绿营归队。 谈到23日办完造势活动后,是否有信心民调会服姚直上?姚文志表示,自己民调早就一直往上冲,前阵子谣言,假民调被出,希望未来能销声匿迹,市民期待的是参选人提出的市政愿景。 记者周燕于社 姚文志今天上午前往宾江市场,荣兴市场扫揭败票,会前受访时。 记者问道,台北市长柯文哲的竞选办公室以年轻化为导向,姚的办公室装潢,风格又无规划。 姚说,有很多年轻人提供创意,请大家拭目以待。 记者问道,6月23日造势晚会后,是否有信心民调一路往上冲? 姚文志说,民调早就一直往上冲,前一阵太多谣言,假民调,大家都有注意到这个现象,他希望台北市选举。 从大家确定提名后,所有调言,假民调能销声秘迹,毕竟市民期待的是参选人提出的市政愿景,让市民能有好的选择。 媒体问,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丁手中打算找前行政院长张善政担任竞选总部主委,自己的竞选总干事有口袋名单吗? 姚文志说,马上就会公布,曾说过希望这场选举是改造台北半世纪以来的城市运动,整个竞选团队的构想,除了党内精英要清朝而出外,党外活力的年轻人也要加入,目前正在筹组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